下一段下一个旅程前进 那 那当然呢老师不免要说 笑一下也不是说说笑吧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是一个 比较没有危机意识的人 可能你现在觉得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老师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年纪了才尝到了苦头 其实我 各位同学有大把的青春 可以挥霍但是呢 每一年都非常重要因为时间 飞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 所以所有 所有的事情尽量都提早做好规划 不要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 才想说再来面对 因为这个世界呢 它非常的竞争 这是一个大家学历都普遍高 然后大家都会有一技之长 再生的一个时代 所以呢变成说你只有一个专长 好像还不够用 最好还来个跨领域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语言很重要 为什么它很重要 因为它就是有附加价值 这个世界 看的不是只有你的一项能力 它是要看你能够为这个公司 或为别人带来多少的附加价值 那可能各位同学呢 你就会怎么样 你以后就慢慢了解 那我观察到是各位同学 除了读书之外呢 都还有 读书有的人好 有的人不好 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发现有的同学呢 其实都有自己的 喜欢的热情的所在 也有自己的一些专长与特质 那我觉得呢 各位就是呢 以后在大学的生活呢 好好的把课业呢 维持住 不管是你要拿书券奖 还是你觉得说 OK我拿到这学分就好了 这是其实都是看你自己 但是呢 不要忘记呢 一定要培养一个 属于自己的专业 然后呢 那是没有人能够容易取代的 越被容易取代的 就越不容易有附加价值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经营你的 你的喜爱的事物 比方说包括参加社团啊 或者是 或者是你要 再去 多学习什么 那都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 也不见得说 以后你从事的工作 就是你的大学的科系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很难说的啦 好 那 那因此呢 只要是你热爱的是我 或者是你想要再多学习呢 都尽量呢 去学习 因为这四年 大学四年是非常黄金的时期 它可以决定你未来的十年 好 真的是这样 那很多事情呢 再来呢 就是 我们说大学 都是有三个学分嘛 课业 社团 爱情 那其实老师觉得啦 三个里面有两个 你把它好好弄好 就非常的厉害了 真的 好 当然各位都很想要脱颅嘛 对不对 常常有同学就说 大家赶快脱颅啊 但是爱情呢 就是要看原本的 那 在走 在走路爱情之前 眼睛要擦亮一点 好 这样子 OK吗 好 那再来 最后呢 就是希望呢 各位同学呢 都有个 精彩的大学的生活 还有 好好的提早 做好规划 在每个阶段呢 都能够先设想 也许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会是什么 不要到低业时候那一天呢 再想 真的 最慢也要提早一年 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 不然呢 到时候你也会很忙 很彷徨无助 所以 提早做好规划呢 就是呢 会为你的 会让你未来的这个路呢 会走得比较顺畅 那 不代表说呢 遇到 我们要避免 不代表说我们要避免 什么挫折啦 失败啦 或者是错误啊 这些 其实呢 这些都是 这些困难与挫折呢 它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养分 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失败呢 都是一次的学习 都是一次的成长 所以呢 老师鼓励大家呢 都要不断的 勇敢的尝试 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要去害怕 不要去想东西 说我如果 如果 如果逃跑 如果我怎么做 如果 如果我不去面对啊 如果我怎么做啊 或怎么样 我不怎么样啊 可能会怎么样啊 其实 其实很多事情 在你没有 去做之前 你都不用想太多 因为很多事情 是你做的时候 你才知道的 所以呢 希望各位同学呢 就是 能够好好把握时间 我常常这样 听到同学说什么 要把握 当下的每一个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个呼 每一次呼吸 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 其实啊 其实做好时间管理 然后呢 好好的安排 你的每一天 这样子 你都有做到 那你就是很充实 OK 那最后呢 祝各位同学 毕业快乐 带着老师的祝福 前往下一站 OK 好 各位同学 毕业快乐哦 那有空呢 回来再找老师聊一聊 那 那没有空 也没有关系 这表示你过得很好 好 毕业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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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